太离谱了 辣条你们卖85亿斤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近日江苏苏州关前街一男子发视频曝光称 遭遇辣条刺客按客计价引发了热议 该男子表示 看到上面标价0.17元 误以为是一卯七一贷 万万没有想到结账时 一共要180多 电源解释是按客卖的 是每客0.17元 每斤85块钱 男子直言辣条哪有按照客来卖的呢 这就是典型的欺诈行为 网友也直呼 牛肉都不敢卖85亿斤 你辣条敢卖85亿斤 对此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情况通报称 该店虽然有明码标价 但是不符合消费者对普通商品价格标志的认知 以敦促店方整改 咱们就说打着童年的旗帜 售卖着情怀 我们的童年可没这么贵 现在商家虽然明码标价了 但是却玩起了文字游戏 切高式的销售 就算有人看见了客资 估计一时半会儿 也没反应过来 到底这个价钱是什么概念吧 尤其对于一些不好意思的人来说 很多时候就稀里糊涂的付了款 大家出门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要担心面子问题 放下直接走 然后进行投诉举报 坚决打击这样的无良商家